12月20日是陈小儿子小星星6岁生日0点刚过 陈妍希就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与儿子的合照 陈儿子已经陪妈妈度过两届世界杯了 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永不放弃真诚善良的人 最后陈妍希感叹6岁了是个大宝贝了生日快乐 陈妍希晒出的是他与儿子前几年的照片 那时候的小星星还非常小但模样非常帅气 眼睛大大的皮肤吹弹可破 与陈小简直一模一样 陈妍希穿的是2018年世界杯10号美希球衣 旁边放着的是方文山周杰伦青花瓷手办 可见陈妍希应该是他们的粉丝 另外一张照片小星星躺在床上露出了侧脸 她和妈妈一起看世界杯画面十分温馨 世界杯结束的当天陈妍希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美希 坦言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我的青春终于圆满了 陈妍希在另外一个平台晒出了一家三口的照片 这次陈小罕见露面 她穿着白色外套搭配棕色长裤 脚踩运动鞋 模样依然帅气 陈妍希穿了一件白衬衣配短裙 夫妻两人的衣服非常搭 如同情侣装一般 小星星穿着西服套装 最强劲的莫过于她的飞机头造型 陈妍希用墨镜挡住了儿子的眼睛 但依然掩盖不住帅气 小星星牵着爸妈的手 站自莫名的带游喜感 这也是他们罕见的全家服 不少网友都纷纷送上了祝福 还有人调侃陈晓是流量密码 终于把她带上了 陈妍希陈晓在合作《神雕侠侣》时相识 两人在剧中饰演杨过与小龙女 随后两人便公开恋情 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婚礼上两人的头纱吻 更是让无数网友羡慕 称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 在2021年的时候 陈妍希在12月20日的时候 推出了自己创作的单曲《小星星》 为儿子庆生 包含了母亲对儿子满满的爱意 陈晓也积极转发为儿子庆生 但陈晓陈妍希这些年频频被传出婚变 有网友认为结婚后陈晓的眼里都没光了 陈妍希则回应 他是奥特曼吗 可以说是又刚又搞笑了 之前就有媒体爆料 陈晓在拍摄《冰与火》时 就与陈妍希签订了离婚协议 陈晓在节目中说 没必要解释 当个玩笑看看就好了 近日在人生路遥的发布会现场 两人已罕见同台了 陈妍希以主持人的身份采访了老公陈晓 两人的互动看起来很甜 自然的互动展示出了他们平时的相处模式 陈晓还当众称赞自己的老婆演技 是殿堂级别的 两人的感情到底如何 也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才知道 希望他们能幸福长久 陪伴着小星星共同长大 带给观众更多优质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